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吾 最近很多新手老手回歸 我們有收到一些來信說想要知道金幣裝備元素 在這些特殊副本裡面,惡夢要怎麼過關 那麼今天就為您來說明一下這三個副本如何在惡夢中快速的通關 首先我們就來做一下準備吧 我們的準備的話呢,我是以兩種的方式啦 一種是極度費的方式 就是沿襲最低最低的限度一定要怎麼用才可以 那你會跟我講說,這個通關只要沿襲一隻嗎?沒錯 因為新手一開始可以選擇的英雄選擇券裡面就有沿襲啊 一定要選一隻的啊,不管是你打冒險也好,打副本也好 都一定有得到,而且很好用 那身上的裝備的話呢,這四件是BOSS裝 BOSS裝,啊我都已經加10了 如果你沒有BOSS裝的話,應該會有革命團的裝 那你就試試看加10 只不過打起來的話可能沒有那麼快啦 但是這個是我用剛才做測試的情況之下 已經算是最極致的飛舞方式的過關方法了 所以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那請大家盡量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武器帶的是雙爆擊跟雙反擊 雙爆跟雙反 然後飾品又帶個吸收的耳環,這是吸血用的 寶石的話呢是三顆BOSS寶石喔 攻魔,爆擊機率跟爆擊傷害 我們的武魂全部都不開 我們的突破那個專屬裝備也全部都不開 那我們突破限制的話呢是開前面這三個喔 就是一般能力的把它開到滿,就這樣子了 這是我們用最差的裝備來做最高的效果啦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還有另外一個齁 另外一個是,我有準備另外一支演習 那另外一支演習當然就是有神話裝備啦 神話裝備再配上這個,情人節的耳環 這個是弱點機率加14% 然後我再搭幻影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這一顆的話呢 你也可以考慮暴擊傷害加幻影啦 暴擊傷害加幻影,這也是可以的喔 那我們的這個地方 寶石、暴擊機率、攻魔跟落爆雙傷 這些大概新手可能都沒有 但是老手應該有一點程度的回歸的應該都會有這些東西了 那專屬裝備開一開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五魂 五魂都開一開 其實這樣就差不多了齁 突破限制的話呢 我個人會建議啦 我個人會建議啦 我是開這樣子啦 反擊、暴擊機率跟落點機率啊 就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會在副本裡面的話齁 閻西會用墜落的方式打一次 跟用我比較好一點裝備的打一次 那你會問我說 就只帶這樣嗎? 沒錯 就只帶這樣 就只帶一次 我們連寵物都不帶 連寵物都不帶 那我們的技能的話呢 除了30跟5是在右邊以外 現在都在左邊 好,就這樣 那我們就開打吧 首先呢 我會以最弱的方式來打到第二回合那邊 打到第二回合我不會讓他通關喔 因為通關以後我們就不能再用最強方式打了 所以呢 我們就用弱的先打到第二回合 驗證的是可以過關的情況之下 然後我們再用最強的打 OK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我們第一個副本 金幣的副本喔 開始 那進場了以後呢 就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放著讓他打就好了 就是一個放著掛網的概念喔 金幣副本的話大概 應該如果快一點的話 三分鐘內是一定可以解決得掉啦 如果你裝備再好一點的話 那當然三分鐘可能都不需要吧 一分鐘都不需要吧 因為這個實在是很輕鬆打 大概有看到這樣子的情況吧 有時候因為炎西打第三下的時候 其實會做一個傷害追加的部分 那算是會滿痛的 那像剛才後面的那個 那是誰啊 反正後面那個小惡魔就是可能他半血了 然後因為追加傷害的關係直接秒掉 因為這些金幣副本惡夢的小惡魔以及像那個父騎們啊 他們會回血還會回五次 只要你低於50%他們就會回到100% 會有五次 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呢 這個已經是我們最低限度的做法了 那就看你的炎西反擊夠不夠高 我們當然是希望你能在你的那個突破再多開一個反擊啦 反擊開高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要不然感覺都不太反擊的齁 那我們現在就照這樣子打啦 那其實進入第二回合跟第一回合其實沒什麼差別 一樣也是四隻 四隻怪 啊就照打就行了 好啦 這樣子就過去啦 所以這樣子驗證起來 炎西這樣是可以過關的 三分鐘內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現在一分半嘛 那兩回合大概差不多三分鐘內左右啦 運氣好一點的話 如果他們被那個追加傷害打到直接爆掉的話 那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主要炎西的這個追加傷害是讓他們的頭上的那個回血的次數 就想辦法盡快的削減 讓他們越來越少生是OK的了 差不多應該可以吧 因為我們三星通關以後要能掃檔嘛對不對 如果你們想要掃檔這個副本之後都不用再打的話 你必須三分鐘以內通關 要不然是沒辦法掃檔的喔 好差不多差不多要收尾囉 炎西都不太反擊的齁 所以我是真的會建議你們去開一個反擊會比較好一點啦 好啦那我就打到這邊 因為他們快被我打死了 所以不能再打 我怕他們一次全部都噴掉 我就會那個 就會過關 我們過關就不能用強的方式打了 那麼大概 弱的部分就拍到側邊 然後我們接下來用強的打 這就是基本通關的概念啊 不過裝備是最廢的 那我們就準備 用最強的方式 我們就換一隻炎西 我們一樣也是帶一隻炎西 那寵物的話呢 新手應該也許可以拿到一些傑兒或小愛之類的 那就放個傑兒或小愛吧 四星也可以啦 至少有增加一些傷害就好了 小愛四星啊 接二四星都OK 還是你一開始就六星的 那就直接放吧 老虎也可以 都很好用 好吧 那我們就放一隻好了 就這樣子 一隻通關 差不多就像這樣子的概念啊 基本上也不用做什麼準備啦 就這樣就過了 OK 十秒鐘 那接下來第二回合應該會更快 所以我就不打了齁 這個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的概念啦 所以裝備再差也是可以過關啦 然後如果裝備好一點的話 會更快 所有的人物就只需要炎西一隻 就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打一下裝備副本的部分 裝備副本的話 我會建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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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基本上 炎西他比較強的這一隻 是不用開什麼東西 但是你比較弱的這一隻啊 就是我們不是會用弱一點的炎西過關嗎 對不對 你這個弱的炎西裡面 最好是開一個 防即死啊 對 防即死 即死抵抗 然後把它強化到最高 反正你就只為了打一次而已啊 然後這個東西啊 都會 都會 你就是先想辦法把它弄到最高就對了 那都會再教你們 如果說打完以後 你這個 新手比較缺靈魂缺金幣嘛 對不對 這邊左下角會有一個返還的部分 然後把MAX就會還你九成 大概還你九成這樣子的錢跟靈魂 所以盡可能的盡可能的去想辦法 先把這個打開 那我們就用這個很廢的炎西來打一次裝備副本 第一關如果能過第二關就能過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 而且打這個裝備副本會更快 好那我們開始吧 那他的那個什麼啊 技能 個人技能開啟的部分 跟剛才一模一樣喔 都是等級5跟等級30都在右邊 其他都在左邊 跟我們打那個什麼啊 金幣副本沒什麼差別啊 都一樣啦 好 我們就只有這樣子的動作啊 就是一直這樣子反擊一直普攻 一直反擊一直普攻 就這樣就打完了 也沒有什麼好需要去多做 放什麼技能啊 還是要防禦什麼的 這一關最主要是克里斯 他會急死啦 這是比較麻煩的事情喔 好 讓他放 讓他放 他也差不多該結束了 好啦 我們再接下來進到第二回合啦 那進到第二回合以後呢 就 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就好 OK 那這樣子應該就是可以了 因為他再爆一下 可能就全部都噴了 那我就不打了 大概就這樣 這就是裝備副本 裝備副本的話 一樣也是來一支強一點的 我們用強一點的岩溪下去打 看 喔不好意思 不小心按到了 我們準備一下 我們準備一下 然後用強力一點的岩溪大大看 強力的岩溪 好我們換另外一支岩溪囉 裝備大概是長這樣的 好那我們就開打 應該會很快吧 一進場大概就是先把兩個人的更新打掉就差不多了 然後一直爆 OK 那這樣就 唉唷 你看 克里斯用這招 小心他的即死啊 好的 那進入第二回合應該就不用多說了吧 結果應該是一樣的啦 好 差點就過關了 大概就這樣子囉 這就是強一點 強力一點的岩溪的過關方式 好 那我們接下來元素的部分的話 一樣也是打給你們看 我們也是準備一支岩溪 然後我們也是準備最弱的岩溪 技能開啟的方式 我們說的技能開啟的方式 就是指這個技能啦 玩家的技能啦 就是開這樣 其他都不用變 三個副本的開的技能都是一樣的 然後 也就是在演戲 都不帶蟲 那我們就開始來打元素副本吧 元素副本更好打 他更不會 更不需要防個什麼東西 好 一個反擊 就這樣子慢慢磨就過關了 你就放著放著在那邊去做其他事情也沒有問題 就這樣子放著就會過關了 就這樣 好第一關過啦 其實元素比剛才那些更沒有威脅性 所以應該很輕鬆就過關了 那我這邊就不看囉 我們就用強力的岩溪再打一次 強力的岩溪 強力的岩溪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帶的東西全部都一樣喔 這根本就是虐菜吧 好啦 這樣就搞定啦 好的 那我們第二個就不看囉 因為強力演戲就是這樣過關方式啊 所以呢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元素副本 裝備副本 金幣副本 以上三個程度都是噩夢喔 都在你的右上角都可以看得到都是噩夢的程度 那這邊就提供給我們的新手以及老手回歸喔 那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看完這部影片 如果還有疑問的話 你可以在底下 影片底下發言 我會 立刻回你啦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寫信 寫信到我的 信箱來 我的ID在左上角 那麼 這支影片就拍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照我剛才的方式吧 留言或是寫信給我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我是浩武 大家掰掰 再見